我们先看与佛所书第二章 在节语 与佛所书第二章 第十节 与佛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颜色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应变叫我们行的 好 我们刚才领了圣参 我们知道神的求恩 神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民 所以我们能够不断地知起神的应许 即便不是因为我们好行为 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神事 而是因为你承认了主 接受了主 在上帝眼中 神在有没有纪念你的过半 神愿意经历耶稣的血 使我们能够成一 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 被造的这群 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 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被造有目的 意思说被造有目的 被造有目的 曾经过世讲过 没有一个的创造或设计师 要画平的东西 要创造多东西 然后把它丢在拉起草原 或者是不用的 每一个创造的人 他一定有目的 一定有原因 为什么他做这件事 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个作品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特意造的 跟你们说你是神特别创造的 所以每一个人也是独一独二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眼光看别人怎样 我们都会比较 我们也会去看别人做什么 或者是我们会斤斤计较 他也没有做 我们也没有做 明白吗 所以今天神要你认定 首先你要认定你直接的身份 意思说我要认定神给我的身份 要认定神给我的身份 一个的孩子 他从小如果他不亲不亲自己 是一个家庭的孩子 他不知道自己的邻居 他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 他不知道活着的本质 什么的意义 这个人他是非常的温柔 他会非常被安全感 他会有目标 他也属于国族民 他也受人的影响 甚至他也很被错过的解析 交错朋友 这受人的口子看不过的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 神要让你很清楚 原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而祂要叫我们行善 什么叫行善呢 这边告诉我们 围着善功创造 所以今天原来神 这边说什么 翻译本在里面 就是神早已议备 你说神已经议备了 神已经议备了 谁知道你我都全知道 没有人可以议备 你去找一些错误的双鱼先生 是咒诅你 师父帮你 解人可去 阿们 然后他叫我们在其中去行 这是他早已经计划 有个办法讲到 这是他早已计划 要我们去做的 这是他早已计划 你会诞生在哪里西洋 他早已经计划 你会生在唐家 早已计划 你会生在王家里面 明白吗 他早已计划 你会在 酒祸 在新山 甚至在 永乐这个教会 你相信吗 我常常觉得 我们今天 能够去到任何地方 我们能够接触人 我们能够到任 这个教会来 不是偶尼的 不是偶尼的 是神的奇妙的 一个的代理 因为他一辈 就像上帝一辈的摩西 虽然摩西他一开始 是落入一个 不对的 一个环境 但是神的计划在身上 从来没有改变 虽然他不知道他是个孩子 可是神可以拆开 身边的人让他知道 阿们 所以你要看重你生命里面 所出现的每一个人 你要认真 因为你要知道 神正在把这个计划 越来越显明在你生命里面 所以你不可以说理所单单 你不要说是 技能巧合这种心态 你要认真说 主要每一天 你都让我继续在你以计划的 这个道路去是几种 我的年日 诗篇说什么 我那个年日要有智慧的去数算 因为年日是在神种中 所以我们必须来认定 神当然我要走在你这个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走在他计划 我们要去完成这一生 可能神给你九十岁的年日 可能神给你八十岁的年日 我不知道 可能神还愿意很多年的年日 而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说 我要在这个有限年日 去做成神要你做的事 你要开始这样祷告 很多世人或者我们 我们是因为需要而做事 我要需要钱所以我做工 我需要朋友所以我去交朋友 去交金去上网种种 对不对 我需要吃所以我去找食物吃 人都是因为需要而做事 可是今天来到死为的生命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进入更高层次的一个的态度 我不再只是为需要的活 我不再只是为需要的做工 我不再只是为需要的交朋友 我不再只是为需要的去努力做一切事情 我不再只是为这健康的努力的运动 我们应该提升到 我是因为要成就神的计划 我要做这件事 因为如果你没有健康 你怎么做神的事 对不对 我是因为要去成就神托付我 再尽量做的事 所以我要去学习这个继续 我是因为要成就神在我生命里面 再敬拜照美福祉的计划 我要去提升 做更多的去学习 我是因为我要更加的被神使用 我要成就神的旨意 以使我成为他福音的施政 所以我要去补神的话 如果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提升来到 我是因为要做成神要做的事 所以我要去努力的做两件事 我要去重视我生命里面的任务 我要努力的工作 我要努力的交往 我要努力的认识朋友 因为我是神的代表 要成就神的计划 在于我的生命 而且因为我业力成就神的子弟 圣经说什么 当我们去行善 就是神所递对教我们的行善 当圣经讲行善 那就是神要你做的事 当你去做神的事 要你做的事 请问是不是会带给别人 也来认识神 对不对 所以神给我们的权力 神给我们的身份 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出口 成为他的影响者 成为他的王八 所以今天你不再只是 因为我需要朋友的交朋友 我需要吃饭的吃饭 我需要健康的独立运动 跪连长长运动 不再是我要健康 是我要来更长点的示茂主 我要更加的完成神 在我年月当中的使命 因为如果没有健康 我总不懂怎么去课成课箱 怎么去宣教 怎么去传福音 怎么去做仗给招待 你更多的信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这个人 神还为了你只要生命的情况 你要给我成本 你要让我健康 你要给我智慧 你要给我挡量 你要给我挡量 你给我信心 给我魄力 给我火热起来 你懂吗 主要是这个那种 殷勤 喜敌 火热 常常主是主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这种的身份的认知 在基督里 这些基督徒 他就会来来散散 他就是没有办法吸引我的 但是那我们想到 我们每一天我们正在神的计划 每一天我们可能在问题当中 困难当中都不是问题 因为在任何的困难当中 神可以再使用 Minh来 成就神旨 Goldman 就这样像那一年时代 作为 aware的时候 他仍然是此守谈告 虽然他被丢到私底盒 在最大的威胁当中 但是它仍然是神的寄宝的部分 所有的情形 所以今天他的见证影响了 学会 对不对说你要学会 要学会 因为靠着那这样有的力量的神 凡事都能做 阿们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 原来我是神的一个计划的 一个公主的一个神 不是活着 只是我需要神 不是活着 我需要神啊你来做 今天跟你们说 是你记住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说 Do something 跟你们说你要做些事 这个是有启示的一个 一眼性的讲道 感谢主 我们今天就要讲 你藏在神的话 你藏在心中的道 但是神转变 这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 当然在故事心里面先 所以就开始要祷告 要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的启示性的话 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这场道 你好好专心听 神要使你Do something 可能你已经在做工 可能你在读书 可能你在退休 可能你是在职场 但是神还是要你Do something 你好好注意听 今天的道过后宣告 你会知道你要Do something 你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你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无论是在关系上 无事上 工作上 你会知道 因为神要你Do something 不是点地卡铺的 不再是守旧 不再是你原本的做法 不再是你原本的我就是招酒 我做工 有三餐 有一点钱 然后家 孩子给我去 我退休了 我在家里种种花 看看草 羊羊狗 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人生的 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神的计划 还有年日在活着的时候 就还可以完成 神还要使用 神要让你放光 神要你影响人 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影响 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去造就 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去抢救 还有很多人要因为你得到神的祝福 有很多人要因为你 尽力了耶稣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直接跳起第一点 我们的什么都不讲一样啊 这样好 直接跳起第一点 来 献主神给牧师七个 七个 当然 我觉得我们 我今天的大体大概讲一到七 但是我很想把每一个 很清楚的 慢慢的讲完 这下只能讲到时间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来一起勒位勒妹们的路 做些事 找圣经的过 fam 基神所 各位 我们一定要记得 你做的那些事情 不可以离开神的原则 可以 因为神会负责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 因为生命劲在七月开始 神就告诉他所拳写于谁 他说什么 你莫留意听从 耶和华你神的话 一起读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 一起说一切 他没有说你喜欢的你才听和遵行 他说所有的戒命你都愿意的遵行 听了就去做 一起说听了就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就神祭望的人 我们要读上帝的人 你要真的做成神 要你做的事的人 我告诉你 你首先要来学习谦卑 听神的道理 你要天天与你读神话 谦卑知道神要什么 神父要什么 如果你说你要为主做什么事 你需要有真理成为你的根基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受教 我们要装备 我们要重视神的话 我们要学习读圣经 我们要学习你把神的真堂 未来我们真的是乱跑乱飞 乱冲之后创强 老财的耶稣啊 你不是祝福我吗 可是神没有叫你做件事 或者是何能力心态错误 所以圣经说什么 凡尊请祂的一切建议呢 祂说下来啊 二体第二节第二节 你如果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注意谁 领导你 注意你 今天我们都会注意我们的梦想 注意我们所要的 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幸福 我们需要有什么健康 我们追 可是神的话说什么 听从我的人 请做我要他做事的人 神的祝福是注意你 你不用追祝福 阿们 这就是这种反自然力的 在这世界很多人说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你才得到这个 对不对 人都是在靠自己要赚起 人靠自己要得到 人靠自己要让自己的身份提升 人靠自己要让自己被认同 被接纳 但是这些是劳困的重担的 对不对 很多人在这世界追求了自己 都被谋了批评 都被私益坚定 最后呢 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但是神的话说什么 祂的话是会让你得到神来的无限主题 我们很快读一次 神不能驻不得到你 你在成立必王府 在天经立必要 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工作 都录制博之 不再是你做什么工的问题 因为你听从神的话 你照神的因为他一个不尽住 你照神的话你将他自己处事为人 你肯定城里有谋佛 田间谋佛 文理是住在城市 桑村 也就是说你在任何岗位 你在做什么工作 因为什么 田间是代表做工 对不对 城市里面也要做工 文理在任何工作 都是问题是要正经的 但是是因为你听从神的话 去正切对待你的老板 去正切对待你的同事 去正切的 去与人交往 而不是欺骗 而不是偷懒 当你是带着神话 你的教导去主事 你会发现什么 你在任何岗位工作 都是文福的 阿们 在里面说 神要使你 你在职场文福 神要在职场文福 他说你身所生的 地所长的 牲畜小虾的 以及牛乳能够 勾病文福 感谢主 所以家里的羊的狗 是文福的 那比如 听老师姐 家的狗 有一点 他说我的家的狗 像 有公和母的大字 他说 公的像我老公 母的像人 我说 为什么这样呢 他养了十年 他就说 因为我的这个 这个公的呢 他就是很霸道的 像我老公也 老公比较大人的主力 然后呢 这个母呢 就好像我一样 很温柔 很有耐心的 然后呢 告诉你 他的狗呢 有点糟糕 有点糟压 他说呢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连续 他的先生呢 比较急性的 然后退车的时候呢 那个母狗已经十年了 动作比较慢 母狗比较慢 动作很慢 那个他的 他的功能 都可以帮助他 所以他慢慢走慢慢走 然后每次他先生 退车的时候 他就说 他先生在那边 哗哗哗 然后他狗就会慢慢走 其实呢 连续两个礼拜 那这狗呢 就很闷走 然后第一次就 他退退退的 然后有声 咔哗 哦 原来呢 跃到他的那个 母狗的桥子 啊啊啊 在那边 啊啊 然后呢 就有这个态 他就帮他爆炸伤口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先生又再次 哇 退车的时候 又很急 那是很急的 他就以为 那个狗不见了 可以在后面 可以注意看啊 然后又 咔哗哗 哎哟哗哗 又弄到他的脚 连续两个礼拜 那个脚呢 都没有好 因为一 都在在的上受伤 所以呢 这个是给人听 意思说 原来如果今天 我们如果 刚刚 他现在还没有 放弃科普水族 如果真的跟水族 你家中种的所有人 养的所有的动物 或者是你是 家中有任何的牲畜的 他都会因为你的王福 你要记得他 年龄未成 当上帝说要 要滚灭这个城市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王呢 就下命令 全国都要禁食 动物都要禁食 如果已经看正经 都要禁食 所以看一个 敬畏神的人 他害怕神的审判 他就敬畏神 他就会影响动物 都来敬畏神 所以呢 整个国家 从百姓到国王 到所有的人呢 到所有的动物都是 某神的拯救 你还记得罗亚方舟的时候 神把方舟里面的 一公一母带进方舟 对不对 连动物都是神所要保护的 所以可以比如说 你听从神 动物都因你蒙福 你听从神都因你蒙福 尤其很爱动物 谁很爱动物就起扇 有人痒痒痒痒 到你都不死 这样的起扇 你现在开始听潮声 来 第五节 你的 兰子 不要走走 甚至是王子 而你的 你面盆都必蒙福 好 这代表什么 不切法 去说不切法 切法 好 再来第六 你出也蒙福 路也蒙福 说到说你每一天可以讲说 神啊我也会听从你的话 我真的是尊严伟大 我今天出气地蒙福 我进来到 我一定可以吃起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他说出气地蒙福 是你的蒙福 阿妹 好 从一起来攻击你的时候 又怎样呢 耶和华 律师他们在里面前 被你伤害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从七条路 好 阿拉利亚 一直说 天天开得胜 天天 你的得胜 不是因为你努力做什么 天天是因为你听神的话 你去照神的话 你去做 有赏命 你去做什么样的做 你不要再做那些什么样的做 ok 然后你的仓房 并你所所办的一切事 你去做一切事 一切事 天我所命的福 必领到你 所以呢 天天神有义 被你当得的福 他已经预备 你所有的福 他说什么 必领到你 当你听 当你读行神的话 耶和华 你的神也要在 所给你的地上 试服你 要不要在这地上 被神试服 要不要看到仓房 就是说你手所做的一切 都有神的功力 就是说你做工 不怕没有金钱的注意 你做生意 不怕钱财 没有来到你生命 所以记得 如果你能够应用这个原则 我们听了多少成功的基督徒企业家 像那天我们一起参加高峰企业家 他们其实很简单 我发现他们可能当初是听从神 因为他们法事都是为神做的 因为你照神的原则做的 所以你的每一个的思想 都要研引态度行动 都要被神的话改变各行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多听 多读 多习 多装备神的话 如果你能够花时间 可以给更多神的话 在你生命里面来明白 小的这里这里就叫你的这里了 你的人机关系就改变了 你的态度改变的时候 人机关系就改变了 对不对 你的观念改变了 你做事就不一样 别人会轻轻讲你不会 因为你看到是 我是能够做所不做的 下来有很好的爱 谨守焉黄神的基督律 尊敬他道 他必照着向你所请的事 立你做自己的圣灵 下来 来 这个焉黄 天下望明 见你归在焉黄明下 却要去他了 什么意思 这边不是说人家看你很恐怖 怕你不是对不起 人遵照你 就要像使徒们 他们在使徒传服侍神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他说人呢 都会尊重他们 人会 他们心的喜怒神经 圣经说他们惧怕 他们惧怕不是因为惧怕这些人 是看到 哇 你生命有神的这个大能 有神的这个作为 有神的这个模样 所以要记得这些事情 你是忘国忘明的见证 跟他们说你是忘国忘明的见证 真实 当每次我们去宣教 他们会觉得 哎 怎么你们可以这样 对那些还不认识什么的 或者是对一些还不是能有细致的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听从神造成的化为了活着 神会叫你成为影响的人 属义主 你在耶尔华 向你所列祖启示 所应许你的地上 他必使你身身所生的 身处所生的 身处所生的 地所产的 都 说错了 所以客人说 你是真养众多 所以刚才跟志冲谈了一下 他呢 他自己也真养众多 然后呢 他的职场也生养众多 哇 他受到70个学生了 阿雷呀 谢谢你 然后呢 在很快的日子 他在中备中 他应该会做牧师了 阿雷呀 阿雷 阿雷 他要接往这边 来 我来讲你 谢谢你 十二节 焉王必为你开天上补昌 按时将你在能力上 在你所所办的一切事上 吃福于你 主要 你必倦得许多多名 却不自向他们借爱我 你要做大议论吗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不应该钱财 哎 妙妙妙了 还没讲 你会看到你手手做的 都有神的赤福 你看耶稣 还精神 他被 被丢到这个所谓的被 被伤害 被卖到爱情 但是他手手做的 有没有 一份 有 你要相信 所以你要好好 每一天读圣经 你早上起来读圣经 神的话教导你什么 你就记住 神跟你讲的话 你记住 你懂吗 当你是这样的 尊荣神的话 你发觉你所所做的 神会赐你 做生意的 导致你 密集是 你要来听从神的话 你要知道神的真理 然后你照神的真理 去做的时候 神会赐福你所所做的 所以你会变成银行家 你一定会做bank 把钱借给你 不是在整天 要带你 天外观不用等 你不再是等别人给你钱 你要开始在做生 我要尊重你的话 你认为我是参访你的钱 我要祝福人 我要祝福人 常常这样渴望 这是神话给你的一个目标 所以今天打工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告诉你 我今天基督应该是 就是像两个的汉神做生意 像这个圣经里面 旧耶神赐福的百姓 他们都是做 所谓做生意为主 包括死的保罗 他也是愿意做帐篷 意愿是服侍神 所以其实代表说 神的合理人 应该是一个祝福的管道 包括在前场 所以你开始这种梦想 你不敢说我只是做工为了 让我能够生活 我今天赚钱 只是为了让我的家庭得到公益 不再是这种想意想 你要有更大的意想看到 主啊 你要让我成为钱财助理的管道 所以你要求神给你智慧 要怎样得获财 圣经讲得获财力量是从神来的 当然很多人是因为你自己需要你才求神给你钱 给你赚钱 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个的态度 但是什么 神要你什么 原来神要你成为失散多少贫穷的人主 所以在非中一个教会 他们教会借钱给政府 符合了圣经教会 不再是政府要来给你300块一个月的 给你500块一个月 然后国家的钱还要再给你钱 你看到我们的国家现在状况 有没有有一天基督徒 我们可以 那时候我们上国家的存钱 把信仁监进给国家 对不对 很好 可不可以教会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去供应国家 去供应给我们的政府 去供应给我们的政府做不到的事 去供应给那些设备需要别人 所以你可以求神给你这个恩 主让我成为这个管道 对不对 神要见证你祝福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你如果听众约 把神的坚定 这句话你可以拿来学到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经受尊行不偏左右 尤其说经受尊行不偏左右 经受尊行不偏左右 很多时候只说 神都要那么受尊行不偏左右 我们有没有经受尊行不偏左右 我们的话说 阿为爱主啦 阿徒圣经人家懒惰 你回去 听了大胆 你自己回去就看又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 持守神的话 然后不随从私梦陪伤 可以对不对说 你心中可以别人生 心中可以别人生 什么人神让你做手不做 就是那一个你心中有神的真理的人 你心中诸主你大 不管有钱没有钱 你就是要主得荣耀人 神会让你做手 你要开始就要看见 做手是你事 做代理者 有影响力 有说服力 人都要注重你 人要听从你 因为刚才从你身上看见 你的生命 有神的样式 有主的报应 带来答案 带来祝福 所以今天感谢主神 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渴望 我很渴望每一天 每一天主我我见的人 我都可以代表你跟他说话 因为他不知道有真理的 他不知道做对事情的 所以我最近在电话里面 还有包括在见一些人 包括在电话里面 有见到西红波 我就见了一个姐妹 他是信主人 他是胆死力 你能看到 他是那个胆死力 他是一个很富足的人 但是他就是用他的富足呢 就去玛丽世界 他可以两个月就背着背包去玛丽世界那里走 但是最近他开始改变 当我再听 你看我的在 我的口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就在听了解他 然后感谢主 当我再了解当中 心里面开始神 你给我知道 我要跟他讲什么 在他的这样的人生里面 在他的价值观里面 有什么是对的 有什么不对的 你让我能够调整他 你让我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爱心 有真理来帮助他 我不认识他 我刚认识他 然后在吃这饭的时候 感谢主 我就开始跟他说 你这样的很喜欢去玛丽 你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和状况 你应该到世界各地去重复 他说事后我也想过 我也很想啊 我最近也很想啊 谢谢你跟我讲这些 然后就给他看我们把我当的影片 我就给他看我们中午我的服事 然后解他知道我们的教会 你看到 原来神有意味 要成就神旨意的事情的人 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态度说 神让我今天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 神会让你在人的当中做手 就说你说的话 人家会有兴趣 你说的话 人家会被你感动 你做的事 人家会觉得 诶 是啊 我要跟着你这样的 那我咧 下次你会有请你给我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在广播里面 开始的交流 我也给他知道 我们去任何地方宣教 他说我要常见 你看到吗 这些没有 作所不作为的人 就是呢 把你所到之处 那个人就好像一箭连锁 那没可能口那个前腿的 这个彼得就是说 我们拿上来的时候叫你起来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 我们到哪里 有需要的人 伤心的人被你安慰到 软弱的被你重新鼓励 他可以感情 不信主的 能够被你撒走 知道人生有主制 所以我们是这个身份 我们不是主啊 祝福我帮助我爸的 祝已经祝福你 祝已经帮助你 祝已经给你明白很多了 但是我们 祝要做什么东西 跟你们说 你要做什么东西 跟你们说 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用出去 你讲出去 竟然就用东西 当你给私比受更为 有求 真的 知恶人的 并得 有给人的 就是自然的便利 如果你一直为自己求的 你自己只是为自己活的 你为自己的意向而做的 你为自己想想要做的而做的 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承接 神在你生命的情况 所以今天神要改变你 你要成为神寂寡的一部分 你是神的出头 你是神的管道 神要使你做做做做做 所以你可以天天跟神讲 神你要让我职场做什么做 你要在我家族里面做什么做 你要在我的朋友当中做什么做 所以神就会改变你的身量 改变你的做法 改变你的态度 你的小性自卑全部会离开 真的 你看耶稣他有自卑过吗 他做到时候会很自卑吗 他又很可怜兮兮的 没有 所以他起来做主管 一个人他常常自卑 他怎样见证神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你生命里面 所有那些过去的挫折 带来的自卑 过去的挫折带来的那种小性 那种的软过的观念呢 在神里面的话里面给改变 主我要尊与你的感 你让我认识你的话 我要照你的话你的心 你叫我做事我做得起上去之下 所以这里面一个人能够成为你整个家族的主体 你相信讲到没有 真的 如果是这样挡放 我能够成为家族的主体 所以那些东西 我的恶酒有些事情 我就跟他讲一些话 我就奉约是名马拉拉 责备 我也要拿起你 所以这个爱心的责备 你看我们可以真的是来到 你的家人的事 你也可以跟他讲清楚 你也可以奉耶稣的灵 跟他讲话 你也可以纠正他错误 所以今天不要怕 跟你们说你是代表耶稣 是代表耶稣 好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从有在乎我们的神 阿们 好这么说讲的 所以记得 神的话是你要看重的 所以上个礼拜不是讲什么 爱慕神的话 你今天不要好好认真对神的话 好 抱歉 你这一生还是靠自己做 好 抱歉 所以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天天主寂 把神的话拿来改变你的观念 把神的话来结清你错误的一切生命 把神的话来恢复你的健康 让神的话恢复你的信心 让神的话常常在你的里面 让圣灵帮助你梦想 让圣灵帮助你消耗 然后像耶稣的一样 神的话就是你重要思想的尊敬当中 从道路跟通 凡事顺利 阿们 记住不是没有困难 是在这个困难当中 你都可以得胜刚强 你都可以站立地稳定 我知道可能在我们当中 你面对你生命的困难 挑战很严重 但是你要记得 神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思想 神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 神的话就是说你要常常用神的话 进去的报告 神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观念 你要继续做神的话不可以做事 其他神也做 阿们 好我们看第二个 来一起说 当圣灵营党 这个我们就往跳过去 这个都讲今天 第三个谢谢 第三个 好 这个是我们就在今天讲的 来一起说 看到需要都上帝 看到需要都上帝 当你看到需要 你就去做些事 神一定用是否这样的做 我发觉当我在学习 当我听到一个需要 当我看到一个需要 我就学习轻做 像有些人他们身体的问题 我就学习轻帮助他们 当然我做 我们可以做的事 神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这些事情 耶稣在告诉 就是大家那时候讲到 是给隆海 但是也代表给我们 这属灵的意义 我们来看看 耶稣就比例来告诉我们 彼氏皇又向南又跟人说 你们这某种父子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应备的果 所以这边说 神已经为你应备 你要承受的果 神已经为你应备 你要承受的果 这是 然后怎样的人可以承受呢 这个果 在你心中现在 这个果 也代表给我们的那个果 你在将来 在耶稣做王 这世界一千年的时候 你是做王吗 你跟耶稣同做王 是在人地上 有点开始这个声量 耶稣说 这个故事说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里你们领我住 再来一个 一起读 我测身物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过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怎么 我什么时候 借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 借你做客里给你住 或者测身物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 借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记忆 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他一起说 我要注意人的需要 我要注意人的需要 因为任何需要出现在的声音 当然你有你的需要 但是你先要把你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 不要成为你的重大 然后神要你把眼目转向别人 当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就做他需要 他需要吃 你给他吃 他需要喝 你给他喝 正要做什么 你在意外承接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有着生肯 神给你出现在某一些人当中 神让你接触的某一些 也需要的人 不是我们 就好比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 阿撒拉圈听到有个孩子 人家丢掉他 身为主 因为有疾病 其实有生也不活不久 就要把他丢掉 饿死人 当把神听到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就主动清早这家庭 所以听了 我们基督徒我中间有讲的 很多人会说 我没有感动去帮助他 我没有感动去宣教 我没有感动去服事 我没有感动来服事 什么感变的 圣经从来没有说 感动而去帮助 感动而去宣教 没有 他说去 死亡没错 所以你要感变这个观念 因为我发觉 基督徒一直练成长 一直没有平心听他出来 一直活在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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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在说 因为我做不到 因为我被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老了 又觉得我变智慧 又觉得我变知识 有些人我没有钱 我们都在用 我有什么 我才做什么 我也没有感动 我才做什么 有些人会跟我讲 我去祷告 我说好可怕喔 我说我跟你讲 你应该先这样 我去祷告 当然你祷告的时候 不要钱 那是额外的事 但是我在问你你要不要去 对不对 气 但我说去 当然我也要祷告 要去的人 我们祷告神公义 祷告我们有智慧 祷告你神恩高 不是肯定 但是你决定气 不是因为你祷告 明白吗 今天你个别家快要死了 我祷告 看我要不要去传回给他 对吗 今天世上灵魂 其实每天都在走今天灵魂 真实的 然后你说等我感动 等我祷告 其实不是的 所以为什么这几千年来 有这么多的宣教士 他们只是听了一场道 听了一个见证 可能有人讲印度的见证 可能讲的是谈道 这个孩子可能要八十九岁 他可能开始说 我一天要去印度去讲 对 像不如他不到家 他在八岁的时候 他听了一场道 他很感动 但是他开始立下心智 我要走不到家 因为我们都会被影响的 神的话 每一天都会接到不同方式 跟灵魂讲的话 所以其实耶稣在用支笔说什么 你看见需要 你知道需要 你就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人 这个人在生命里面出现 你就有责任去照顾他 你就有责任去照顾他 你就成为耶稣的网道 去跟他说话 去帮助他 去供应他 你没有能力 你可以召集人一起帮助他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这个网道 这个祝福的网道 耶稣说 你坐在弟兄中小 最小 最小 所以也就是说神在看 你身边里面 你身边有一个人有的需要 你没有去帮主人的需要 虽然是小事 可能他只是口吼你 你还没水 圣经说 那个先知也还没水 你得先知能吃 所以 为什么这些圣灵 在这些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那我其他家 刚好有中国人的 那些圣灵人家叫小祖 我们开始这个小祖 一个一个女士 他人生就很大胆 在这些圣灵人面前做些证 他自己说感谢耶稣 他说当我们这个家呢 因为你接待很多神的福人 很多神的福人 很多真的 从非洲的 从台湾的 从中国的 从中国的那些 从任何国家 然后马西亚的 释迦坡的 这个家就开始了 这样的坐在这些牧者身上 这个家就开始了 尤其他看到他女儿 从一个不信 从一个不要耶稣 从一个悖恶的孩子的生命呢 在短短的世界里面 变成会祈祷印度读书 然后呢 读娘医 然后两年毕业了 在那边两年很奇妙的 会去教会 然后因为客户神 成为代理敬拜的 成为代理小组的人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看到吗 因为这个家庭的 这个一夫妻严密 坐在小子的一个 小子可以包括任何人 只要有需要你愿意去做 只要需要你愿意去供给 只要需要你愿意去付出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你就在承受神的活在这地上 神会把钱给你 只会把屋子给你 只会把车给你 只会把人给你 只会把各样资源给你 真的 所以我告诉神 虽然我有限 但是神我的心要放大到万物万明 要使神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播 所以 为什么我告诉那个吉隆坡的姐妹 我说 你可以去祝福我们的八道 他们要做这个物严 你可以在那边 那又有时跟基隆那个姐妹说 你看 都是我们教会的人喔 但是他们有支援 有愿意 但是没有方向去祝福 好可惜 然后就说 这位你们教会议是这样 他说 我们教会议也感谢教的 我就觉得太可惜了 他们是愿意的人 对不对 那个人有每天讲 我愿意我在这里 我有命 我有生命 我有时间 但是就是没有钱 所以听见的人 要给阿杰去宣教 他就是愿意去 他的命给出来 只是结了一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听到人 你的命不愿意给 你给他 你把钱给他 给阿杰卖一名 他也真的碰到我们 想去宣教 他就讲这句话 我在这里 你才觉得我 我愿意 我告诉你 你不愿意的 你给他钱去 把你的攻击进来 出来给他去 把你的推手进来 给他去 真的 我们其实在前面有讲 但是你往来不是来 我们给他派他去阿根亭 派他去巴西啦 大家有些状况 但是我们觉得 哎呦怎么都是因为没有钱 奉一次的名 都没有钱 阿们 所以刚才早上讲的 去日本 你头脑是不是讲 我没有钱 你敢起手 拜托 拜托 弟兄姐妹 圣经说 来 我们看一下 你们要给人 就没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 神斗年谣带暗 上间下流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罪 你们用什么 凉气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 凉气凉给你们 再下一个 好 这个要很重要的 来说 无论做什么 或说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灵 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 这个在内心 我要强调 他来讲的一件事情 你说你不能 你说的没用 然后你不给 这是错的 神的原则是 你看到需要 你去做 你可以做的 第一 对啊 第二 你为他求 封印 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比如讲一件故意的 有一个非洲 还是美国 吉那建政 他们就是看到一群孤儿 他那群需要的孩子 但是他没有钱的 他只有命像人 这样的 有命 有愿意 也不错 而是没有钱 所以他就跟上帝说 我要多少钱 上帝 你一定要给我 因为我是为这群孤儿 求 看到吗 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求 所以你可以求 你看求也是一个 路上帝 求 对 然后他就开始接触人 路上帝 接触人 他就开始是接触这些人 他知道这些人是神来给他的 有愿意私给的 他去找他们讲 讲讲 告诉你 我要照顾自己父母 要见到他 这样 他代表耶稣跟他们说 给我钱 给我钱 但是不是为他自己 而是为了这个社工 所以有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如果他们是你版真理的 知道神的爱的人 知道我们人的需要 你知道神他们是也给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工作 有没有钱 没有 你看 不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都要你给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很信的 除非他有问题 所以他撑个问题 所以第二个方法是 独赏地 但你看到虽然 你会说我们有钱 大概例如怎么样 你看那个立会人的祭司 耶稣说那个好上伙的人 苦食 那个受伤的人 然后这些人要去神殿的 看到有些人 哎呀我没有空 我要去去毁 就不管他 你看我们人总是认为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怎么办 错了 你要开始改变了 当你看到需要 你说主啊 我要帮助他 求你给我滋味 神给你滋味 主啊 我要来跟他床归 给我口茶 神给你口茶 这是你可以求神给你的 对不对 然后你说你有没有钱 你要去宣教 主啊我要去 我告诉你 以前我们去宣教不是的 不是说 有没有钱先 但很无事跟我们讲 我们现在要去中国 首先第一个 瑞幸运社区 好 要去中国 谁要去 我告诉你 我没有谁 我没有钱 对不对 我说我要去 我就这样比心 我要去 我就这样的 第一批 中国全家我给一份 钱哪里来 我那时候做工厂 一个月的人多几百块 还没有学时间 要几百块 在我客户工厂 多多很少钱 可是我说 我要去的时候 神就发动 就让我毛嘴巴 去跟我的家人讲 照样能源地拼出 我要去中国 给我钱 我要去中国 我都给我钱 真的 我就这样有钱 然后就去中国 这是这样的 然后他以为是说 以色列 可能师父可以打电话 从我在泰国府上打电话 艾夫你要不要去看以色列 第一次我们要办以色列 我嘴巴跟他讲 我要去 然后讲了 我们有点压力 我哪里有什么钱 他说至少五千块到零千块 比那时候大 大概整十几千千 他说老师 凡是神的心意的事 你说你焉力去的时候 神就会调动 他的天经天使来做功能 他会感动你 真的 所以那时候我说我要去 因为我很渴望去跟色列 我要看见耶稣的作文 我错了 没有错了 我又不够在那边看到 哇 因为神是这么奇妙的 我要来更加感谢我身上的神 我是耐着心态 我要去看到神的作文 哇 神就让我去 我告诉你 神感动一个不信主的人 把一笔五千块给了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说 那时候我这样传道 他说这钱是我给你的 他说你怎么给我钱 他说是神 叫我去给我的家人拿一笔钱 很奇妙 他又问我为了什么拿钱 我就把这个钱 这个钱是为你 为你为了跟他拿的水平 你看看吗 好不好 我们要鼓励神 你首先第一个心态 我要顺服神 我愿意去爱这个人 我愿意去宣教 我愿意去传福音 我愿意去做这个工作 我要 因为我做的心态 是要来拯救人 是要来荣耀神 是要成就神 接着我要做的事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开始要改变 方便在任务环境 你看他需要 你说主我要满足 是需要 我们看到最下面就好 这在这边 看到就是在下面 好 他一起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 不是给主 你抱这个心态 神可以看到眼前的小事 在教会 在家里 在朋友 在职场 当你在公司中 你看到厕所 很通胀 你去从心里 像是给主 所要打扫 是 耶稣在看 当你看到一个 有需要的人 走 拐啊拐啊 东西 你帮他拿东西 带着他 你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只坐在耶稣身上 神就会让你承受他的功 神会帮助一个人 他帮助十个人 所以看我的社会工作 都帮助一个小女孩 快要死 就救了他 当然 他有个人添加 但是信不住 从一个开始 最近呢 小者的一个开始 到今天 您说出来一下 介绍一下 请问我们现在多少个社工人 在当中 可以帮助 我们现在连工作人员 大概是600多人 然后服事人员有几个 服事人员加学校的老师 大概是50万 现在有600多位 从一个到现在600多个 请问钱是不是医生家 费用不医生家 可是请问是什么情况 我们一个月的开销大概是330千 但是感谢主每个月都祝贵 哈雷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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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不知吗 圣灵不在你心中 刚才讲的 让圣灵带你 所以当我每次听到 一个人说 神灵跟我讲 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要去配合 然后照着真理的名字 还有心理 来去说真心 记住 当你真心做每一件 神让你做的事 而你主动去做的事 好我们跳进最后一点 我们看大卫王 大卫王 英文说 Do something to satisfy and love God to peace God 而且说 我要为体骗神而做些事 我要因为爱我的神而做些事 我们怎么说是神啊 你给我的意向 我们做些事 神让我为了这个财干 我们做些事 神让你给我 不是我要做些事 对不对 我们常常是这样罵你 神让你给我这个祝福 你去做些事 主要你拯救我 你去做些事 现在我们很像大卫 像大卫一样 就是主动的去为神想一件事 主动的去为神做一件事 不是神感动你 不是神感动你 也不是神的话语 有直接讲的 也不是任何来跟你讲的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大卫王呢 他和神心意 有原因的 他因为说你也要和神心意 你也要和神心意 少和基下七章一节 王住在自己宫中 也要使他安静 又被四五个床 还是说很安稳的时候 很平安了 很蒙福了 很刚强了 教会你可不得 那你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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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都说 哎呀 感谢主持我 给我健康 给我平安 给我好工作 给我好太太 给我很多儿女 给我指示满腾 你有没有 哇 上帝的祝福好多好多好多 教会怎样呢 我告诉你 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人 他独把主义现状 阿们 特里边说不要安逸而自门 不要安逸 那会在这样安静的时刻 神保守他 没有任何仇敌的破坏 下来 第二节 那时王帝先知拿干说 看啊 我住在香而云的宫中 神的愿意仿在慢子里 拿干对王说 你可以照我心意而死 因为你要保险同战 所以你有 旁边的这个拿大 他就看到这个大卫王 神跟他同在 然后他说照你的心意而死 大卫王陪有一个好习惯 他连是要征战之前 他都祷告 上帝是否要去打这场仗 有没有 然后就能够得胜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大卫 其实在别人经会的展道 他是要做什么 他说我住在香本屋的宫中 我把他表了 他说我住在这么美的皇宫 这么好晚的皇宫 这么舒服的环境 但是神的约会就代表神 在救援他们的约会是非常重要的 代表神 现在哪里 慢子里 慢子就是那个 有那个在救援部一部的那个慢子里 这个很简尊 比较简陋 皇宫 比较美还是慢子里 肯定皇宫 如果你想见在我们的金山的皇宫 我们的那个苏丹的皇宫 跟你的家母一家 老家母 那天我有很机会去到吉隆坡里的姐妹 那个吉隆坡里的姐妹的家 哎呦 我说你的家像英国皇室的家 很特别哦 他就说42月这早去这一代 都是被英国准备占领的 所以很多洋人他们建的这些屋子 然后他们很喜欢把这边屋子 现在这边屋子就高涨 但是你去当中好像感觉 有点像那种好像皇族的家 英国时代人这边一起来 他们都照样的这样做 只是把它稍微维修一下 很瘦一下 所以他家很特别 所以今天就有一个人吗 大魏他感觉到 我这么豪华的家 我这么好的家 上帝的家是这么简厚的 所以你看到吗 他为神想 他们说你可以为神更多想力 你可以为神更多想力 你更多去想神的心理 你每天不要想我我我我我我 当他一直想我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没有神 你就越来越自卑 你就越来越觉得没有现实 看到吗 你就没有眼见 你没有眼光 你没有看到神的意向 明白吗 所以神要我们把眼光转向耶稣 耶稣都说 仰望到信心生种子耶稣 对不对 所以大魏他是一个 能够去体会到神的 这个需要的一个人 我们常常说 神灵知道我们的需要吗 今天反过来是 大魏就是他去体会神的需要 他去了解 他去在乎神的需要 多么多么的好的一个孩子 如果今天有儿女 你的儿女为你着想 你会高兴吗 你很高兴 你还没有讲 他就说妈妈 我知道你需要这个 我就为你预备这个 慧琳你会很开心吗 如果孩子说 妈妈我知道你很想亲自本 然后我给你存在这笔钱 让你亲自本 哇 你会睡觉到头上 睡觉到头上 睡觉到头上 对不对 脚牙跳出来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明白了吗 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对我们的神 还是美女的 神灵祝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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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点二八千六 只有信主二点二八千 主还这么多都没有信耶稣 你给我可以去到那边 怎么会听你了 因为神你爱这些人 因为神你不愿他们这些人承着恩 主啊 你是爱他们的 我要关心你的需要 因为你爱他们 我要跟你一起去爱他们 体贴神心的祷告 神一定安定的主义 当你体贴神的心意来护权 神一定实力能够坐手的主义 所以到达里不在世 有人 但是没有钱 上帝 你会负责这笔钱 我愿意 凭信心说 我就是报名 我就是愿意 所以下次去中国 你要说牧师 我就是愿意起荣 我在这里 愿意满意 不要再想我要没有钱 还有六钱 请人家就是山前赂掉下来 但是祝福力更正 阿们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开始说 我要向大卢有神的心意 去做 去痴啊 摆出去 好em 下来 好 你们这不看 调气箱的能力 可以 来 第2节我们一起读 我为我生的殿佩经历 来一起说 我要经历 这其他主讲的 我主要强调 道为他 怎样的是一个 愿意都赏定 在屋神 为了要爱神 祂经历 来一起说 我要爱神的经历 我要爱神的经历 你要爱神就是一个 你要去爱人 爱神就是你替主神的抛弃作 爱神就是你赞助神的心意去做的 每件事情要经历 所以3TB 在工作方面 你要尽力喔 像是给主做的 你会发现你Julie做什么做的 真是的 一些懒懒善善不尽力的工作的人 他绝对会被活报的 他绝对会被提神的 对不对 所以无论在教会的工作 无论在资产工作 在家人当中的工作 他说你要尽力 你要补以身的 比如说要舌体的 你要付出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工 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公义的作品 真是 因为什么 因为尽力 尽力 真的 我看到巴士尔培治他怎样啊 他也想办法跟社工们一起开队 给分享 然后也看到那些人 牧者还有一些同工 包括领寿这些 他们尽力 常常可能说 啊牧师王载老人去医院 啊载老人进医院 等下去那个很不容易要用力的 阿们 所以很多人的工作也是用力的 凯丽还是用力的 对不对 要教导这些孩子不简单 所以记得你要尽力的 为了神的心理的事 请坐 你不再是因为只是需要 要更高的层次 刚才讲是为需要的做 你就请坐 那现在你要为神的心意的做 你要着想神的荣耀 神的心意 所以要尽力的做 我要尽力的教导 主要尽力去牧养 我要尽力去联络 不再是因为我们有料人意做 不再是我可不可以做 你要记得 主啊因为是你的心意要他成长 我就要尽力的去教他 我会一千两的 我就给他一千两 我会五千两 我给五千两 你懂呢 你尽力 当大卫尽力的时候 他就预备了精子 银子这些 而且他就叫我下面第3节 来一起说 因我心中看不过神的天 来一起说 带着爱神的心 好住 当你带着爱神的心 做任何服事在教堂里 你才会流入神的助理人格 阿们 你是因为爱神还是爱是梦 你是因为爱神还是爱聚会 你是爱神还是聚会 你这个聚会就是非常棒的事情的 如果你是因为择任来聚会 你不会享受 如果你是因为爱这个人 你跟他喝茶 你不能享受那个工作 你是因为择任跟他讲话 所以做组长其实不是难的 牧原不是难的 因为你爱这个人 你爱神的爱这个人 你就能够付出 对不对 像我们的俊荣在交往当中 对不对 因为你要爱这个姐妹 你爱我们的敬仪 对不对 你就会付出 这样辛苦把他带他从新加坡来这边聚会 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敬仪它是吗 我要爱这个神 对不对 我要认识这个神 所以没关系 我从新加坡老爷 还是要来这边聚会 好不好给我们鼓励掌声 所以难怪耶稣说爱最大 神的方说爱最大 你要爱慕的心 为神早想来做事 你要爱慕神的心 来做每一件事情 这样才会看到不一样的影像 阿们 好 笑容 真的非常棒 我一起来读 因为尊大能力荣耀强盛文言 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人 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自他 为万有之所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自以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 都出一品 现在你明白了吗 大魏王 他对神的 真的的回应和爱的层次这么高 因为他认识他的神 所以这里会说你要认识你的时候 你要认识你的神 与佛所书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十七到十七节讲到什么 求神给我们知会启示的如炮说明真知道他 求神照明我的心中点击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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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吗 你又认识这个神 你要透过神的话 透过神的真实的经历 到内他来到这个阶段他能够为神设想的一个属灵的属灵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是最高的 我的神是最有能力的 我的神是最强盛的 天上地上一切都是他的 所以他明白这个颜值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可以为神的想去做我们这件事情 神就供应所有所有的血 明白怎么办 当你知道我的神是这么有能力的 你就敢跟他去 你知道这个神的心是什么 你就敢去做 大家知道 那你知道神是这么伟大的 你就敢跟他去 那你知道神的心是什么 你就敢你跟他做 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对啊 不断经历 然后你就能够更加的向他求啊 如果你知道你呢 他只能告诉你 哇今天穿得很美 然后就说他是公主啊 我们是望王之王 望祖之主啊 所以跟整齐观众再来到聚会 对不对 因为你代表耶稣 可以说你天天代表耶稣 天天代表耶稣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整齐的 基督徒应该是端端的 基督徒应该是拉拉啪啪的 那个代表魔鬼 魔鬼是肮脏的 你看那些垃圾 或者是那些肮脏的地方 很多虫 很多的苍蝇 你看到吗 所以这些是污秘的灵 所以魔鬼是污秘的灵 所以如果你是不整齐的人 我告诉你 你要去入神徒师报 这不是我什么 这个是不造就你自己 不造就你 阿没 还有他说我的神是丰富中容的 你看到吗 所以当你知道你的神是多么佩合 多么有能力 你敬拜仗美都不一样 你会懒懒 懒懒懒懒 各位 我的神 我居高高啊 我拍最好的手给了啦 没有人看到我都坐好来啦 因为这个神是这么的丰富的神 这么的祝福我的神 这么的高助我的神 所以你每天说天父你好爱我 你说天父好爱我 天父供应我 天父很爱我 你敢讲吗 你心中要这种肯定来讲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神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 不清不楚 我们神之前呢 我不好 神怎么会爱我 我不够属灵 神怎么会供应我 我不够做他的事 他不会忘记我做 你首先知道 当你还不是罪人 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已经会努力 从这点开始 今天我们要做他事 我们要再用他的事情做 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爱恶他 所以今天神 为何帮你开口 去跟你身边不信主的讲话 除非神去保身给他命名 这样因为你不开口 因为你不在乎他的救人 他就这样的死 有许多弟兄姐妹的亲人家人 过世是没有信主的 每次我听到这个 其实我很想 那个成熟基督 我很想责备他 我说为什么你从来不跟 你这个亲人重复 你为什么知道他有病后 给不去关心他 就这样 他就这样过世了 没有信主 你从自己眼中 可能现在很多人也看不到 有一天他在第一 你知道你在天堂 他在第一那边 揍骂你 你知道信仰族的家里 从来恩王心的 结果 从来不得见你 你也属 我的永恶 真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我们不能把焦点子 放在自己 我会想到这个神 已经跟你讲了 已经让你知道 你有权利 你不再只是在乎自己 而是说 我要像大卫一样在乎什么 我要像大卫一样在乎 所以大卫和神心 大卫没有谦卑 而且他非常非常谦卑 下来 第十三章的三十个学习 大卫在世的时候 遵循了神的自己 就睡了 归到祂祖宗那里 以见谁 而且说 有一天我也会睡了 最近很多人 请你介绍 弟兄姐妹 基督徒有所被宠物 可以 大家不要去拜拜 你可以帮他们拿赏 这个不关系 然后献过 但是我们发觉 一个人在这世上的日子里 到位遵循神的日子 到位造神的话 造神的旨意 读神定 完成 圣经说他造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 活在这世上 只有一次的机会 你要不要读神定 因为神 造神的话读神定 造圣灵的引导读神定 然后呢 为着神的心意读神定 为了爱这个神 读神定 读神定 包括改变 一说不要改变 是啊 当我说不读神定 有很多方便 我今天报警 你要改变 错误的观念要改变 错误的习惯就改变 因为 那一刻你不改的时候 他就在禅内 西班牙书道说 我们禅内的罪要除去 不然我们走不动 那些不好的 不造就你的习惯和朋友 你要除去 你要改变 所以那些不对的 行事为人 你要改变 路上帝 还有 对待属命的事 你要路上帝 没有坏间 你就改变 没有 圣经这么多的 神人夫人司律 他们都是 渐渐的在成长改变 大卫不是立刻做梦的 大卫先一敬拜神 耶稣不是立刻做长相的 耶稣经过苦难的 你去思考 所以 你一定要每一天 有一个的心态 我要 为神祝神 在我个人身上 为神的情况 因为我是神的情况 我要成就神的情况 我在年日 要完成神子 要成为你的宗旨 不再是因为我需要 这个我去注意这个 因为我需要 先我去做方案前 不是这个心态做行事 而活着 你要像大卫一样 我要造神的情况 我要去做神要做的事 我每天活着 是为了要拯救神的事 我每天活着 是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每天活着 是要去造就别人 我未来我要给别人 我没有呢 我求神给我 我要给别人 就是这样 你没有呢 求神给你 你可以去放弃 真的 因为神要你去做 祂会给你 所以那天有一个见证 有个姐妹说 他在一个聚会的时候 在一个小组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神的仆人 然后呢 有一个姐妹 就 就进到他的司空的时候 过后呢 他是专门就是说 带领一群年轻人小朋友 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然后不同的国家那都有 就带领他们这个敬拜葬礼堂 教导他们的 然后他就去到一个 一个的一个团契的时候呢 他就分享他这时光 就让他的这个年轻人表面呈现 然后过后有个姐妹 就正向他跑他面前说 牧师请你把你的父母给我 他就讲你要来祝福 我要有一些祝福给你们 当然是牧师认为这些是很好 没关系 他就过后真的给他 但是他也不知道 也没有很期待 因为姐妹看起来没有什么勇气 大概在平凡降落 他说倒是你们 他竟然呢 给了他足足 几百 大概是整百万千给他 放进他父母 这个牧师都不敢相信 原来为什么 原来这个牧师他打算做一个很大的计划 他愿意去做 他开始在救护 所以因为他开始行动的时候 神就调动 你看到吗 神就调动所有的一切资源给他 感动了这个结果 就这样简单 方便在第一次见面 他就说你把复活给我 他就以为他只是讲一讲 说一说一说一说话 他真的把那个他需要的 躲在所有的费用 一次过放进他的复活 好嘞 我把你都给一个声音 所以这个问题是 你愿意不愿意堵上帝 你愿意的时候 神就派人来 你愿意的时候 神就给你拱到 所以前天那个泰国的宣教师训练的牧师 他在泰国训练很多宣教师 祈祷初冬 祈祷很多国家 是我们的宣传 他就主动很殷勤 写来到一同是一个牧师联络 包括立王 因为他们经过立王的家 跟他们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帮他点我晚上 哇 他跟我讲好多好多 这是我们不对的 我们不懂的 原来他们重要的训练宣教师 哇 他可以到中东 到很多国家 其实没有人可以 比较不可以去的国家 他说他都有连接 我就想到 哎呀主啊 我们每次真的是 每次进行为各国各领祷告 然后现在又派了一个人 叫王牧师的出现 但是接着生啊 一定有你的指引 所以我经常讲 我们一起祷告 看怎样跟你们可以搭理住 然后他搭理酒院 有个宣教党会 在这个 不同的圣教党会 还是念党 他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参加吗 到时候有很多国家的 不同宣教社会 不同领域的 会来到当中 你看到吗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愿意 当你有心智 当你有祷告的时候 神会调动他的百姓 神会感动他的额力 神会感动信主不信主的人 都要为你效力 都要为你成就 神要以成就的事情 阿们 所以大卫他真的就是完成了 这个圣殿的建造 而且注意力头 虽然神说 不是你建造 你何之建造 大卫你的谦卑 你其实说我也要谦卑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坦白讲 我们今天做的 可能不是留给我们这一半 留给我们后一半 就像我们那天讲 我们要五百万 我们要工厂 我们要很大的群绿水 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 可能是很快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些呢 其实有神的计划 是要看到后来的一切 神的计划能继续成就 所罗门借了圣经 所罗门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顺服爸爸 顺服上帝 拿起这责任 圣殿天就完整 所以每一个人 你有你扮演的角色 你应该做什么 你这个积极要做什么 你这个实话要做什么 你这个年纪要做什么 你要去做 你不能叫神来做 我今天就说 神啊你来感动人 问题你都不开头 神啊你来公有 你都不做工 神啊你来祝福我 你都不祈祷 神啊你使用我 你都没配合 神啊我要装备心情 为你做工 为你放工罪 你不参人 你不计小组 你不学心 你不来上神圈 你不来上能读客 我告诉你这是不实际的 Do something 实际的你要去做 阿们 小事上中心 Do something 在你的家人当中 Do something 在你的培论当中 Do something 我那边是跟大学生 大学生常常跟他们讲 你们可以做一些事 在大学 你们可以在那边 做一个小团器 你们不要只是专注于读书 你们读生为主而读 神会归 你们懂在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在人家人当中 可以做什么 你在陪人当中 给你去想 祝我为你做更多的事 我要看到这些人得救 祝我为你赚更多钱 让你的国有钱 五百万就不是问题 阿们 你为神做五百万 让我们可以买工厂 可以吗 你敢跟神讲吗 神我要为你做五百万 你要给我这个恩 神一定给你 以前神秘牧师 他是打工厂 洗厕所都做过的 可是他说 耶稣我要为你赚钱 求你给我恩 我要去做一个工厂 我要去做自立场 求你给我恩 钱就很 那他可以做工厂 做得非常好 而且倒是 当时候我们主人 很多的经济 经济是从他来的 那时候我们说 教命满分 是他肯定的 你看 他为上帝说 我愿意去做自立场 神就给他一切的资源 能够赚钱 然后呢 成为神国度主 当然他也模糊 他有自己的车 有自己的物质 然后呢 他有一笔钱 让神带领 过后他到神学院 读神学院 读了实力 做了博士 竟然要被神求什么 神你给我老师 因为我要做很多神学院 我要帮助很多信仰 有神的话 神给他老师寻去 你看到吗 所以弟兄们 一定要记得 当你去做一件事情 合神心意的 造就人的 荣耀神的 为了抢救灵魂的 为了建立肢体的 为了社会的需要 为了抗家的需要 为了贫穷人需要 为了需要的人需要 神一定为你同在 神一定给你支援 神给你智慧 所以五百万赚得到吗 Amen Alex 神知福利 你要为神赚五百万 Amen 我们给他抗家的 这个人会认真 自说你要过去 请神上 有一百个学生 他刚才跟我讲 他导致在神上就写笑 我说非常好 因为这个是需要 这个社会 很多人没有正理 的年轻人 没有好的前途 没有好的装备在学业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好的前途 所以看到了 你想到神的心理 你想到人的需要 你就去做 阿们 很简单的 你去做去动 神去动 不是神动你动 神说你踏进耶诞河 耶诞河会离开 你不要等红海开 你不是在红海的时代 在耶诞河的时代 阿们 是你去做 神都给你全命 去祷告 去做 去开口 去讲 去传 阿们 好不好我们站起来 我们最后的换结 一起说 我是光 我是眼 是光 我是眼 所以一起说 我要 do something 要 do something 不会讲 也要讲 来 我们汉弟人家讲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年轻人家讲 那 刚刚汉弟讲 一 二 三 do something 不能讲 do something 不舒服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好 来 大家谈跟安弟讲 我爸爸讲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好 我一起说 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 do something 所以神的话 你要认识 do something 下来 好 下来 还一起说 主必与我同在同工 主必与我同在同工 我问他说 主啊 我跟你同工 没有错 现在主说 我在你这边 你会跟你同工 你要做什么 年轻人 你要做什么 我会跟你同工 也就是说 我跟你同工 你要做什么 如果自从说 我要开学校在金山 神说不 神会要开上 你主 我来跟主 我来供应你 我来给你智慧 我给你人的物理产业 我给你智慧知道在哪里开学校 我会给你智慧 我会给你智慧 我会给你知道找谁 不要找错人 这蛮重要的 所以你今天造神的心态 和属神的原则 因为神的荣耀 因为人的需要 主 我要做上帝 我要做一些事 我看到这个人这样的问题 主 我不能够让他成人的 主 我要去抢他 我没有口才 我都会有口才的 因为你跟我同工 你同工 所以 在耶稣雅记一章九节 一个大小的耶稣女 怎样突变 怎样有能力 得了再来美丽 怎样成为新一代有能力的 也是 圣经说 我前面有吩咐你 你刚刚讲的状态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 无论你往哪里去 你要往你的神 必须存在 我今天归联 他是一个 上帝在他旁边 你说到一趴呢 像这样 我代表耶稣在他旁边 有怕 不是耶稣吧 你看 一趴 我们一个同在 然后前面有鬼出现 耶稣在前面 哼 对不对 反正 有困难 有问题 耶稣就为你 然后有人刺伤 耶稣就安慰他 耶稣供应他 帮助他 智慧加添给他 以他同在 阿们 以他同工 阿们 阿们 不是 重要是什么 以真理 来说我要真理 我要真理 我要跟神清静 我要跟神清静 我要听他的声音 我要听他的声音 我要唱音 好 最后一个经文 你读 门土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又神祭随着 真是所存的 阿们 再读个词 门土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又神祭随着 真是所存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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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医院里面的病人 如实无可恶 就这样离开 所以在医院很容易闯出一个人 那天宝珠 他们去看一个糖尿病的弟兄 然后他进入一间家庭 原来不是为那个弟兄 他是姓庄的感谢主 各地有一个人 他说 往这边有用的 我没有朋友的家庭 好像自杀一样的功能 要放弃自己 宝珠就传闻给他 带他新的书 然后跟我去介绍给他一书 就是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 祂祈祷我们的老人家 祂开始十个起床 一个绝望的人 一个没有放弃的人 因为有一个基督徒 骗你去 主就与他同贡 宝珠常常说 太阙姐自己会扣财 所以自己会扣财 不会闯负你 可是当他业力离开他的阿弥陀他去了 他祈祷的意义 他可以用处的老人的应该是个灵者去创事 可是不分什么年龄 不分什么需要 当他听到 当他妈妈看他讲这个需要 他就业力出去 你看到吗 当你愿意去 当你愿意去 行动就伤了 所以不是本神做 神不能出现在病人面前 我是耶稣 我们救你 很少很少这种事情 就是耶稣说 你们已经给了全力给你 天上地上所前面已经给了 你有权利 你知道朱恩的重要 你知道天上地的重要 你知道人需要耶稣 你叫人需要你去开口 他才知道 人需要你开口的安慰人 人需要你去关心才知道耶稣爱他 不可能那个人叫耶稣爱他 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个爱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要看见什么 耶那是我要做一些事 当然了 我的生命就是去祝福你 而且主力为我同工 你不用怕 在你工作场所 你为那些人报告 你开始跟他们重复一点 你发觉主力为你同工 主力破绽你 所以你的人生观念开始要改变 怎么将经验翻变成了 所以第三点 想想一下 你想经验 你愿不愿意做什么 为了自己更好 做什么 为了神的旨意 做什么 为了神的信仪 做什么 为了你身边这些需要的力量 第三点 经验 然后首先你问自己 你在做什么 你现在想做的 是为了什么 你现在忙着做工 忙着努力 忙着赚钱 忙着家庭 忙着事业 忙着扮演 忙着追求不要的 忙着健康的追求 忙着自己的意追求 有没有小心有没有 曾经在必至 想想想 慎唱想 振扎想 振扎想 振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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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合乎圣经 每一个 读上的意义 我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我现在想一个情况 有没有合乎圣经 合乎神的心意 在乎圣经 没有的话 邀请神接入你 邀请神反观 年轻人真的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 设定好你的人生的话 不要做别的事 是像是没有主做 为了主的做 当你是这样心态的 你一定是祝福的宝宝 你一定是神提拔的宝宝 你的事就是神的事 也就是说先求祂的保祂的义 所以告诉你不要怕 看到指挥在这里 我知道祂是尊主为了 虽然爸爸在一定空中 不简单 但是要目的对爸爸的认情 他不要来侍奉 我能看到他在房间 所以这是真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管在任何情况 我们当然是愿意爱主 因为当你是这样的时候 神为负责 所以前天到我去看 这个族的爸爸 看到那一间感恩 他充满着一种的积极 平安 开头说不是对任何人 脚受伤很痛 一直这样 痛痛痛痛痛 然后我就跟他讲教面说 你看到吗 当自己有困难需要的时候 还要关心别人的人 这叫做一个懂得 肚子掌地为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弟兄姐弟 你的人生观开始打破 你活着不在乎自己 对你需要吃 你需要穿 你需要生活 你需要朋友 你需要伴你 你需要儿女 你需要父母 你需要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坦白讲 神要借着你去祝福给更多人 所以神一定可以让你不要借房 神就让你有什么破灵 神就让你有这个痛痛 神就让你有这个痛痛 神就把钱放在你手中 因为你会祝福出去 不论是你这个人出去 不论是你祝福钱出去 所以你要跟神说 我在乎你 我在乎你的国 我在乎这个人的领域 我在乎这群人 你要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告诉你 虽然牧师在这个墓位 要做很多事 很多策划 可是我不因为这样说 好我在这里就算了 我在那边啊 定不定的薪水 感谢主上人去 就好了 或换一个牧羊的生活 可是我当我听到 中国的需要 当神也引导 我还认识到需要 看到需要 那每次去 本来说今年啊 可能不要在街上的地方 那根本已经 还有个效果了 但是当我看到需要 我还是束缚神 我还是念你去 我告诉你 当我都念你去的时候 神就让更多人去 神是因为加添恩典 我们做不到 这是我的厌厌 你是说我要厌厌 那你要走一里路 那你要付代价 你的行动 神就跟你同工 因为你做的事 所以他大力王 这么难的事 他说我要为受神 见神的地 神就给他建筑 所以今天在神里面的城市 是真理由 你愿意去做事 你要你做的事 好不好 这说明自己 闭上眼睛 想一下 在这个今年 在这个日子 你要做什么 你要不要做一些事情 来带来 神的直立成绝 更多人的需要 和他们问主 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想 主我可以做什么 我要去做 但你看他的需要 你可以做什么 懂吗 当那一天 二姐跟他的孩子吵架 他打电话给我 我还是人很烦 因为同样的问题发生 可是当我放下电话 我说主我你要做什么 讲不听 讲的讲实讲不听 然后呢 感谢主 过后我就再次欠佩自己 再次打电话给我的姐姐 我就好好跟他谈 感谢主他听了一些 你看 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容易 要帮助人 有时候吃力不讨好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上帝 因为神 阿们 好不好 今晚你可以上去 祝你自己把你要做的事 呈现给神 祝你不要在这个人身上做件事 祝你在这个需要上 来填满这个需要 来你自己告诉神 如果你和你还没有信主 你说主啊我要真的好好为了和你访告 祝你还没有认识 你说我跟他们会有关系 我爱你 阿们 你每个人自己讨告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祝上帝 你自己告诉神 阿们 祝你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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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 你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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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告诉神 在你学校里面 在职场里面 在家人当中里面 现在你看到的需要 你们说什么 那你知道中国的需要 那你知道张家杰的需要 那你知道这个购格购名的需要 那你听到这本的需要 你要做什么 你告诉神 神跟他许悦那些 丢变成心一样 这一对公平 这一对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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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